故事已經很大 從前有個阿爺 他眼睛又蒙 耳又龍 聽話都不清楚 但他很運氣 知不知為何很運氣呢 他從時在斬叉燒 全世界經濟環境都很差 他繼續斬叉燒 因為眼睛又蒙 耳又龍 他看不到報紙 又聽不到客人說話 所以他都不知道世界經濟環境那麼差 他現在斬叉燒 繼續努力地斬 每天煮好些叉燒 每天宣傳推廣 叫客人過來 他生意滔滔 後來一天他的孫子 到他爺的店舖 爺爺 奇怪 為何這裏這麼好生意 爺爺賺了很多錢 送了孫子去美國讀書 名牌大鱷 回到爺爺的店舖 爺爺 真的有點不對勁 全世界經濟蕭條 你還在每天斬叉燒 每天賣這麼漂亮的貨 每天宣傳推廣 每天開足24小時 當然不好 每個人都緊縮開支 已經收縮了 你還在這裏做法 一定有些不對勁 爺爺便說 哎呀哎呀 孫子 原來世界這麼差 不如進叉燒小一點 不要醃那麼久 浪費了爐火 不要搞那麼多宣傳推廣 更加浪費錢 既然這樣的時候 營業時間 不要24小時 營業幾個小時就搞定了 之後 過了幾年後 真是應驗 撿了我的店舖 爺爺便跟孫子說 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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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到未來 你這次都說中了 爺爺 幸好被你點醒了 否則繼續做下去 更差 幸好早點撿了